六歲來啃骨頭 好了好了我今天我請你吃好了 因為你給我買衣服 哪天我請你吃薑母藥吧 我們叫坤哥 要帶我去吃好吃的 上菜 這裡面有的骨學 只要外面有大風的時候 我們家就會出現一種很特別的聲音 那就是 這種聲音 是啊 準備去買衣服 太冷了 冷個屁啦 我記得你有後衣服怎麼不拿出來穿 要愛買看看有沒有褲子啊什麼的 這是個山場 對啊 是吧 這是 還別說我來台灣一年了 經常路過這一家愛買 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來這裡過 沒想到裡面還是蠻豐富的吃喝玩買衣服都有 而且還有一個港式飲茶 改天要來吃看看 那現在呢 我們在愛買裡面沒有看到新衣的衣服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轉到 台中的中油百貨 那我們在網上Google搜了一下 還是粉絲朋友給我搜的 然後告訴我說 那裡面有那個 one boy的衝鋒衣 那我準備呢 那我準備呢 前往中油百貨 但是希望運氣能好一點 然後能買到吧 可是呢 嗯 我們現在去看看那邊 到底有沒有我的size 因為之前有粉絲朋友說 衝鋒衣的話 這一個牌子 有很多人是要先預定的 但是我不確定我今天能不能買到 大家覺得我能買到嗎 歡迎在留言區猜看看喔 現在呢我們 嗯 路上的車還好 但是當我們去到 中油百貨旁邊是有一個停車場的 之前來中油百貨下面 一樓有喝過 那個星巴克的咖啡 但是裡面的話我還沒有去逛過 也等於說 這是我第一次在台中 逛這個中油百貨 而且是有目的性的去 為什麼說是有目的性呢 因為天氣太冷了 我準備呢就是想要買一件衝鋒衣 當騎車的時候呢 因為台灣有時候也會下一些毛毛雨 那我是看這一個廣告 打著說這個衣服的話呢 它是有那個 逢潑水的所以想要買一件穿看看 車位都沒有了 按到這邊等 其實到市區還是騎車比較方便 停車真的太難了 都來買衣服了肯定是 這些都跑到一中間來買衣服 所以車位都沒有了 我們等了一下前面那一台車有進去 終於有位置了 我們現在已經把車停好了 那現在呢我們要前往這裡 中油百貨 去買衣服啦 完美 性感產業的進去一下下結果 這邊說的是沒有 所以轉移正地 結果我要買的那個衣服那個 中油百貨沒有賣 然後這邊賣的是內衣那一塊的 所以呢又要去那個大園百貨 叫我去大園百貨買 所以呢現在呢我們要去大園百貨了 真的是沒有查清楚 因為查的時候呢那個衣服是在 這一個中油百貨是有賣的那個牌子 然後結果過來誰知道沒有 所以我們要去那個大園 哇我跟你們講真的沒想到 從那邊過到這邊有一段距離 也蠻久的 終於停好車了 找了半天 人家那個保安都已經有點 大哥就在那邊啊你 那麼大一個位置在那邊繞繞繞 我們現在在找找找找 找的就是找充風衣 終於找找找找到了 我們終於找到這邊呢 是六樓 那結果看到就是 所有店面都沒什麼人 唯獨就是他們家的人最多 有那麼多人 就算不要錢一樣 終於終於買好了 然後呢我們叫坤哥 要帶我去吃好吃的 天氣不是很冷嗎 然後呢我老公說要去帶我去吃羊肉弩 哈哈 他去年就吃了一次羊肉弩 然後今年的冬天第一補品 那就是羊肉弩 去年第一次吃的是 加母鴨 好懷念哦 我們是不是吃了羊肉弩 然後再去吃加母鴨 改天 改天我請你吃加母鴨吧 然後你今天請我吃羊肉弩 好了好了我今天我請你吃好了 因為你給我買衣服 那是什麼表情啊 我老公給我買衣服 改天在床上給你們看看 再來天氣冷的時候我就 我就不怕冷了 我就不會哀哀叫了 總之呢還是很幸運的買到了 那當然很開心 買到衣服然後還有好料可以吃 想想都是心裡面美滋滋的 你們知道嗎 那我就一路超開心的 你說那個羊肉弩20年了 我的天啊他還有沒有開哦 你小時候吃過 你小時候 六歲來啃骨頭 我來打一下有沒有啊 20年了不知道還開沒有 天黑也要跑去吃 不管路在遠 都要去找羊肉弩 我們從小午 不對我們從早上出來到現在 你起了八三小 差點超到他了 他一直開過來 很爛哎 太多年沒來了 他這邊都改建成這樣子 你想想是吧 是吧 有可能是來來哦 我看他評價還不錯 然後四點幾的頻率 哇現在是五點五十一分了 那我們現在終於找到了一家 剛剛繞了路然後都沒有 所以呢我老公覺得說 坤哥可能覺得說可能他是搬家了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家的評價也挺好的 叫做奶奶 那我們進去看看哦 不知道有沒有聲音我也不知道 反正評價還是挺好的 剛好呢也是在後面剛好有一個車位 所以現在我們準備去吃羊肉弩了 我們現在我們在網上找的這一家呢 他是在這一個 就是在這個巷子裡面 現在呢我們馬上到了 沒錯沒錯就是奶奶羊肉弩 那我們看他的評價也很高 然後呢還不錯 所以呢就進來沒想到店面這麼小 其實他店面上面還有的不是只有這麼一點點哦 剛開始我以為只有這麼一點點 青菜羊肉弩呢 點菜的事那就交給老闆吧 我們剛剛已經點好了 點了一份羊肉弩還有 雞粉是兩粉米線是不是 就是我們點的是一份米線兩份 兩份 現在老闆現煮等著開餐 其實肚子好餓了 他們這裡有折那個 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中垃圾的 好 上菜 哇 哇 哇 很晚快樂 你們看他們的店面 一桌兩桌三桌四桌五桌六桌 一樓的話是六個桌子 他右手邊那邊其實還有的 好像樓上也還有 因為是後面有客人來的時候 哎我說怎麼那些客人不見了 那不是他們進來了嗎 後來才知道他們樓上還有呢 真是小店 別小看他 哇 很快就上來了 熱騰騰的 有沒有很想吃 看到這樣子就暖暖的 哇 麵線也很快就上來了 這是兩份的量 就是這麼大一份 我們就點了一鍋 還有這個就是米刷 準備開動 這是我今年第一次吃羊肉爐 去年我只吃過一次在台灣 今年又來吃囉 謝謝 好像吃姜母鴨和吃羊肉爐的標配 其中之一就是這個麵線對不對 對 看看你們口水啊 我是看坤哥每一次點這種羊肉爐 或者是姜母鴨的時候都會 第一首先點這個麵線 那是不是所有的台灣朋友 應該八九成的台灣朋友都會這麼點吧 難道這就是台灣的一種很特別的吃法嗎 或者說這是台灣獨有的羊肉爐的飲食文化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告訴我 反正我感覺我現在有台味的感覺 反正我如果是來點 我也是麵線來一份 看這鍋裡面熱騰騰的 看著就很好吃 這個高膩菜我跟你們講 很軟很軟 它不是那種煮到很久 都不會爛的那一種耶 然後這一鍋裡面居然有放豆腐 其實我也很好奇這一鍋羊肉爐 會不會很有燒味 看羊肉 對 在我們貴州其實冬天也會吃羊肉 但是是吃那個黑山羊 但是吃法呢和台灣不一樣 比起來的話我覺得台灣的羊肉爐比較養生 燉得很軟 是不是現在你很好奇 那貴州的吃法是什麼樣的呢 我們一般呢就是用紅燒的 然後就是弄的辣辣的 就是很油很辣的這一種 也不會說去用這個中藥去熬去燉 也不會說放很多這種老薑啊 然後去這樣子 但是就是喜歡吃那種麻辣的 但是大部分是這樣 那少部分的話呢也會輕燉這樣子 因為比起輕燉的話 在我們家鄉是沒有很喜歡 因為主要是想要吃麻辣的 重口味的 那黑山羊的話呢 之前在貴州也有店就是燙火鍋的方式 那燙火鍋的方式呢 它也是煮熟之後然後燙火鍋的 來說說大家第一次吃羊肉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我第一次吃羊肉是在廣州 你好幾位 兩位 三小三 就在我靜靜的享受我的羊肉爐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家店的人越來越多了 我們後面一桌前面一桌 現在後面又來一桌 那就不知不覺的後來就佈滿了客人 那我來說說這一家羊肉的味道吧 其實它的中腰味也是滿濃的 然後湯的話呢也不會說鳳壇的那一種 沒有帶那種甜味的 嗯 要說問我說有沒有很喜歡 當然喜歡啊 我去年吃的那一次是 比較有一點偏甜的湯 那這個湯的話呢就是這樣子的啦 然後當我在吃著吃著的時候 就慢慢的身體就發熱了 這個湯可以沉一點 哎朋友們台中的朋友們 你們有到這一家店來吃過嗎 我呢是第一次 反正也是搜索來的 總之我覺得味道還是不錯的 可以這樣這樣 假的放在這兒 我突然很好奇一個問題 那就是台灣的羊肉爐的羊肉 是從哪裡來呢 是台灣養的嗎 還是說進來的 這個問題在我腦袋裡面想了一下 應該是台灣養的吧 那如果是台灣養的 那台灣哪一個地方養的羊比較多呢 哎 之前髒話的一個羊肉爐也是很有名 那難道是髒話養的嗎 在皮的這個 你看這個羊肉還有皮皮 在皮的羊肉 我前面提到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留言哦 不對我等一下回去 一定要Google搜索一下 看看台灣哪裡養的羊比較多 是白羊還是黑山羊 還是什麼羊 先享受美食再說 太炭了是吧 今天這一間店啊 我們是第二個客人 我們來的時候就已經有兩個大哥在前面聊天 一邊慢慢聊 慢慢吃 吃到一半又出去抽根菸 然後又繼續吃 哇他們點的可比我們多多了 不過他們是兩個男人啊 我們是一男一女啊 這個黑山羊 但沒那麼不會那麼吃 老闆當然跟你分享 對我想問大家 你們第一次吃羊肉的時候 會不會很排斥 為什麼很排斥呢 就是羊它本身有一股燒味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真的跟你們講 快要吐出來 因為那一股燒味 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我夾一塊進去啊 然後我的那個味 那個味蕾就沒有辦法接受它 後來的時候呢 聽說是黑山羊肉比較好吃 是很奇怪 我吃羊肉這樣燙火鍋 那時候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羊肉串 我又能接受 你說奇怪吧 因為羊肉串它會 烤羊肉串的話呢 它會加很多的那個 孜然 還有一些辣椒啊 有一些佐料在上面 就可以把那股味道給蓋過去 所以說還有一個就是 羊的那個羊油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之前 昆哥用那個羊油去熬 熬了之後呢 然後呢 就是用羊油炒菜 哇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那股味道 其實那個羊油挺肥美的 後來呢 昆哥就直接把那個羊油 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就直接的一起燉 但是它可以接受 但是那個羊油真的很燒 那股味道 很難接受的 但是那時候是跟新疆人買這個羊肉回去 燉這個羊肉鍋 燉那個蘿蔔的 但是你要處理的過程就是特別的繁瑟 那回到我家 像吃那個黑山羊肉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那個羊肉很燒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羊的品種 有人說是黑山羊它沒有那麼燒 白的那種高羊 欸什麼羊 就是白色的那個羊 高羊對不對 高羊會比較燒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在台灣吃到的羊肉 雖然說這是第二次吃羊肉爐 但是它真的沒有那個羊燒味 而且店家處理的也是蠻好的 這一定有一個敲門吧 還是說台灣養出來的羊 它本身就沒有這麼燒咧 我也不知道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吃了馬上就發熱 喝湯 不要吃喝湯的 還有就是大家在一年當中 會吃幾次羊肉爐呢 我這樣才吃一次兩次 會不會太少了 我這是吃第一次嘛 今年那我肯定過幾天 我還要去吃羊肉爐 因為吃完之後身體暖暖的再來 有可能過年很冷的時候 我就不怕冷了呀 對不對 據說吃羊肉都就是這樣子的 吃了羊肉 然後身體整個冬天就暖暖的 但是不是吃一次哦 真的 真的耶 你看 這裡面有個這個骨髓 哇你們看見了嗎 第一次吃到有骨髓的羊肉 哎羊肉的骨髓 對 第一次吃到有羊肉的骨髓 你們有吃過嗎 好吃 嗯好吃 他們把這個 故意把這裡把它削開 然後把骨髓就可以 容易吸出來 不得不說這個老闆挺有智慧的 一點都不浪費 好 這個風是真的太棒了 但是很可惜 只有一根 好吃 其實我這一鍋有一根那個羊骨髓已經很幸運了 因為本來羊的那個骨頭就不是很多 而且還帶骨髓 你想想 但是這個老闆是不是都每一鍋會配一根羊骨髓呢 這也是他們家的特色了吧 反正我覺得這樣做得很好 如果以後我回到貴州 有載羊的時候 我也把這個骨頭這樣 劈掉它的殼 然後再燉 那這樣子的話 羊骨髓不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撈出來了嗎 哇 太美味了 羊肉都卡牙齒了 那個羊肉都是瘦瘦的羊肉卡牙齒了 你們看 都吃到脫衣服了吧 其實我是因為穿的少 所以我沒有脫衣服 我要是穿了一件外套 我估計 我也會吃到一半 開始拔皮 拔衣服了 的確是吃完之後 整個身體太暖了 我覺得台灣人也很有智慧 一到冬天就是姜母鴨羊肉乳 還有肉 你們看還有 還有肉 肉肉給你了 對還有肉 其實我很希望就是 我這時候有很大的一個胃 可以可以裝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單獨只點了這個羊肉乳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菜色 但是其他的菜色我們就吃不了 真的是感覺很可惜 哈哈 還有還有羊肉 還有還有羊肉 還有這麼多羊肉 還有帶皮的帶骨髓的 你們看看這羊肉 帶皮的羊肉 我們都已經快吃完了 但是還有這麼多羊肉 羊肉的分量還真的是蠻多的 對我來說的話 沒有說很少 那的確你看我們現在 鍋裡面撈一撈 還剩下這麼一點了 終於快吃完了 我們最後那兩碗湯 也是要準備把它喝光 現在我都吃到 我的嘴都快包不下了 好燙哦 我的天啊 太燙了 一口一坨 還真有點太大了 應該吃穩一點嘛 滿座滿座滿座了 排隊了 好了我們已經吃飽了 吃的很飽 但是只是因為兩個人 然後我們兩個人吃了500多 對吧 500幾啊 560塊錢 就這樣一鍋 然後兩份這個米線 但是就已經吃了很飽 我們把那個湯都已經喝光了 哈哈哈哈 真的喝光了咧 然後就吃到九分飽的樣子吧 挺好的 我感覺味道也挺不錯的 現在我們要準備回家咯 好啦回來了 換一下 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牌子的衣服 因為它的生產 生產的地方居然還是中國的 但是它的牌子還打的挺響的啊 是吧 產店還是在中國 但是為什麼我要去買這個呢 因為它那個就是 它這個外面的衣服它是有防脫水的 因為我自己做這一塊我知道 這個防脫水的衣服的話 如果是萬一下雨什麼的 你也不用趕快去套那個 套上去看看 本來拿了個S碼的 後來它S碼的沒有 沒有尺寸 所以現在呢我就 好看嗎 換一個角度 剛好 M碼剛好 M碼剛好 S碼的話就比較 太小了 是嗎 你看很難唸 好看不 安內 嘿嘿嘿嘿 可以吧 可以對不對 這裡還在著 暖暖的 嘿嘿 好了好了好了 再來 過兩天又冷了 冷的時候呢 我就不怕了 看一下有沒有瑕疵 沒有瑕疵吧 看一下 看一下 沒有瑕疵 做工還是挺好的 是吧 雖然說它是中國生產的 但是你看它線都沒什麼線 所以它這一個出口的東西 台灣人監製的不會有什麼線 真的你看都沒什麼線 我就這裡 而且它這個做工 不要不要拉 不要拉 不要拉 剪一下 不要用拉了 用剪的 對啊 鋸子簽約的 百分百鋸子簽約 好 好了